近日,演员林永健在微博晒出一组儿子林大俊的近照,要说自从爸爸去哪之后,相比其他萌萌,林大俊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,不过这次亮相,人家可是相当厉害了呀,林永健配文趁努力就会有收获,恭喜林大俊同学,照片中。 大俊端坐的钢琴旁边,跳动的手指犹如一副王子模样,之前从他父母微博,只知道大俊在学钢琴,可没想到这么厉害,萨尔茨堡国际音乐大奖赛一登抢,和集聚天赋青少年特别奖,不知道什么档次的,反正替他高兴,林大俊曾经还接受过李明迪的指导,感觉这孩子前途无量,网友纷纷评论,以后要去听你的音乐会。 林永健接受采访诗说大俊,现在不仅学习,在班上名列前茅,还弹得一首好钢琴,学行仅一年半时间,如今已经刚签过六级,并且获得13次钢琴比赛奖项和荣誉。 看儿子在台上比赛,自己内心比上春晚都紧张,也是相当可爱的。 林大俊被熟知应该是因为和林永健一块参加爸爸去哪儿,那句你是魔鬼吗?我是你爹,如今都印象深刻。 节目中,大俊帮助他爸爸推砖,还有被爸爸硬生生推下泥潭,其实林永健教育孩子有一套,严复出才子。 生活中,林永健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明星,就让大俊读贵族学校。 跟王师林等人不同,林大俊上的只是一般的平民学校,占得笔直,一看就是好学生。 林永健明白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,因此在教子这方面他懂得更多。 他曾出演过很多经典的电视剧,和平年代黎明之前,《我叫王土地》等等,还获得过金英奖、飞天奖等等很多奖项。 在现实生活中,林永健还是一名军人,现在还是话剧团的演员。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林永健一直用努力和出色的演技默默耕耘。 可以说,林永健做人和他演戏一样,都是低调扎实,无论他在剧中饰演好人或者坏人,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,对儿子也从来不溺爱。 前段时间他们一块上了个综艺,节目中只有八岁的林大俊,竟然可以一个人办理登机相关手续,全程不需要人帮忙。 见到长辈也会彬彬有力,十分绅士,好的教育和物质无关。 从目前来看,林大俊不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越来越降临永健了,你觉得呢?